大家好,我是Wonderful,多謝你們來我的頻道 我和有些打工仔一樣,每星期有一天都會約同事或朋友出去吃午餐 今天我們來墨西沙加市牛角日式燒烤店吃午餐 這裡的自選特價午餐是星期一至星期五指定時間才有的 三款不需要加錢的肉類就是19.95元 如果選擇兩款不需要加錢的就是15.95元,是稅前 如果要加配份量,全部都要加指定的費用 我叫了這個崩沙腩,希望沒有譯錯,要加5元 另外叫了個鴨胸肉,要加3元 加上這款肥牛肉 另一個特價午餐叫這三樣 餐桌上提供了3種不同味道的調味醬油 這個特價午餐是包括了麵豉湯和新鮮的沙律 新鮮的蔬菜加上沙律醬都很聰明 味噌湯的味道正正常常 各套餐都包了一碗白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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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類只有適量的醬料 客人可以燒完之後 自由地加調味的豉油 好貼心服務員會提供每種肉類的烤肉時間 鴨胸肉的味道正正常常 燒好之後 加上甜豉油很好吃 牛肉有質感和有咬口 這塊肥牛的脂肪令到爐子很大火和很大煙 我們將爐子由大火轉為中火 這塊肥牛燒好非常美味 燒熟的肥牛 它的味道和油脂都非常甘香 燒完一塊又一塊 很快便把飯吃光了 平衡的香椿 舀 Mongol和材料 我们来这里吃韩国式午餐 它的餐牌也有很多种食物给你选择 我们 Empire 这四款是免费的餐前小食 这个沙窝韩式牛肉 看上去它的汤底都好像很浓郁 这个沙窝韩式牛肉是配饭的 个人觉得这个汤底好像甜了一点 牛肉很好味,个人觉得好像份量少了一点 它是有麻油味和韩国料理的甜味 虽然牛肉是干了一点,但也是一个美味的午餐 这个猪骨汤底不咸,味道适中 个人觉得它的猪骨味很重,它的面的口感有少少软 如果你不喜欢那么重的猪骨味,这个食物可能不适合你了 这个炸猪扒它的口感和味道不似预期 炸猪扒的外层有少少脆 炸猪扒的肉质和口感比较稠 今天很想吃牛杂面,我们来王后明珠试下它的牛杂面 吃牛杂面,通常我都会加辣椒油的 面质软硬适中,不会太硬,不会太腍 它的汤底味道都OK的 我个人只喜欢吃牛肚和牛绑,它的牛肚是很腍的 总括来说,它的牛肚和牛肚的五香滷水味是适中的 是没有怪味和没有酥味的 它的腸粉的皮不是太厚,它的口感也很软滑 它的虾就不是太大 当我看到这个火鸭丝汤米的时候,我以为我叫了别的东西 真是很少鸭肉丝在汤米里 真是很少鸭肉丝在汤米里 幸好它的配菜和米粉加上汤底都很好吃 汤底是不咸的 汤底是不咸的 鸭肉丝在汤底是很甜的 在这里,多谢大家的支持和收看 我们下集完 不咸的汤底是汤底是很甜的 我们下集完 在汤底的汤底的汤底是太多